南北格据二百东 扫灭北齐大随兴 南辰灭亡归一统 唐兴随灭出英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就是秦始皇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 他想着呢是代代相传 天下永远是他们家的 所以他才自称秦始皇 可是事与愿违呀 传到了二世胡亥 天下就乱了 没有几年的时间汉王刘邦打到了咸阳 灭了秦国 又经过五年楚汉相争建立了汉朝 汉高祖刘邦就成为汉朝的第一个皇帝 尤打刘邦这一辈一辈往下传 传了四百多年 三国鼎立 魏蜀无三分天下呀 后来司马仕串位一统归进了 虽然说一统归进 可是西进东进这一百多年 天下并不太平 从东进十六国到南北朝革据 国家呢一直处于分裂的形势 在南北朝的时候 北周末年 周宣帝宇文云 宴假冰天了 他的儿子宇文产呢 登基了 就是周靖帝多大呀 才八岁 八岁的孩子能够主持朝政吗 所以杨坚就入宫了 为什么杨坚能够入宫 总览朝中大权呢 因为杨坚的女儿 是周宣帝的正宫娘娘 她有这个身份 她能够入宫辅政 总览朝中大权 因为杨坚的父亲 在周朝是个大贵族 中虎有宫就被封为隋国宫 杨坚的隋国宫呢 是习他父亲的宫爵 杨坚的妻子 也是大贵族的女儿 孤独氏 他的父亲孤独信 那在北州 也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个人物 杨坚就仗着这个权势 入宫辅政了 就在他辅政的第二年 就代州而立了 夺取了北州的政权 自立为皇帝 国号呢就叫隋了 建都在长安 改元开皇 帝号文帝 也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 杨坚的母亲吕氏 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杨坚 次子杨素 三子杨林 这个杨林可了不得呀 跨下马 掌中一队水火 球龙棒 有万夫不当之勇 他决心要帮着哥哥 隋文帝 杨坚 一统江山 所以他事不娶气 既然 隋文帝 杨坚 推翻了州市 那么帮着杨坚 推翻州市的人 就应该高官得作 骏马任旗了 杨坚呢 就封武建章为中孝王 邱瑞为昌平王 令狐达为金国公 封他的三弟杨林 为靠山王 立他的长子杨勇 为东宫城王殿下 二子杨广为晋王 二驸马柳树 为兵部尚树 因为他的大女儿 是周宣帝的正宫娘令 周时已然灭亡了 所以杨坚 就让大女儿出家为尼了 这天隋文帝杨坚 生作了金龙宝殿 黄门关 跪倒在龙叔岸前 七宗万岁 我们爱有语文化吉 语文士吉 语文智吉 兄弟后子见价 哦 杨坚点了点头 好啊 宣他弟兄三人上殿 遵旨 黄门关马上传旨 时间不大 语文化吉 语文智吉 语文士吉 哥儿仨 就来到金殿之上 走七剑里 上边是皇上 你跪在地下 就融通趴在地上一样 那么语文化吉 这哥儿仨为什么来呢 书中暗表 咱们刚才说了 周朝 北周的天子父姓语文 这个语文化吉呢 也父姓语文 要按说亲戚来讲呢 那么语文化吉 是周天子的近亲 可以说还没出五福呢 可是呢 这语文化吉在朝中不得志 语文化吉非常聪明 在朝中奸臣当道 这个奸臣就是北周的定国王 语文晋 语文晋掌握朝中大权 他不但排挤语文化吉 语文士吉 语文智吉 而且暗害杨坚 所以杨坚才把语文晋杀了 把北周的天下夺为 极有建立的隋朝 现在既然杨坚登基了 语文化吉才带着两个兄弟 来到金殿参王败嫁 跪照在楼树汉前 语文化吉 语文智吉 语文士吉 靠见万岁 万万岁 三位爱卿免礼平身 谢万岁 来呀 给三位爱卿赐座 随文帝阳坚 给这哥仨的面子可不小啊 有人搬过座位 这哥仨落座了 这三个人当中最能说的 就是语文化吉了 语文化吉 坐下了面带微笑 万岁呀 臣语文化吉 早就知道皇上是天命之宠 现在驾坐龙位 是百姓之姓 愿万岁 红福七天 得位天下 设计坚如磐石 好啊 随文帝点了点头 随文帝知道 这个语文化吉 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现在打算一统江山 就应当利用这些有本事的人 帮着我辅佐朝政 开皇天子杨坚 当时传下旨意 朕就封语文化吉 你为中书令 语文士吉 为户部尚书 语文智吉 为洛阳总阵 这哥仨赶紧跪倒磕头 谢万岁 语文化吉 心说 杨坚对我们哥仨还真不错呀 一个为户部尚书 我为中书令 智吉 为洛阳总阵 这个洛阳可是长安的重阵啊 哥仨靠头谢万安之后 往旁边一站 开皇天子又传下旨意 封自己的心腹爱将魏城 为同官大帅 杨坚传下口旨 大白酒宴 与群臣共赫 然后出召安民 行闻天下 语文智吉 高兴了 但是杨坚对语文智吉 有没有看法 他也有看法 他也知道 这哥仨 一直受到奸臣 语文晋的排挤 现在到我这来 总算他们三个人 也有了出头之日了 确实 语文化吉 也是这么想的 周氏 虽然亡了 但是还要几处地方官里 坚守不详 随文抵杨坚就传下口旨 命靠山王杨林 为兵马大元帅 昌平王邱瑞 为副元帅 统兵二十万 去收服这些地方 杨林是以仁义为重的 他为了收服民心 所以到处 全去劝说这些守将归降 就这样 晖州大将于聚罗 安阳的齐国亲王大帅 高颖 全都归降了杨林 随文抵杨坚 就封高颖为安阳王 于聚罗为晖州侯 紧接着靠山王杨林 又领兵到了影州 收服了影州大帅 影州大帅姓杨 叫杨芳自义臣 杨林跟杨芳两人一见面 就如同亲兄弟一样 所以磕头拜了把兄弟 结为生死之教 所以后人有人传说 说杨坚是哥四个 大爷杨坚 二爷杨素 三爷杨林 四爷杨芳 杨义臣 其实这个杨芳 跟他们哥仨 并不是亲兄弟 而是靠山王杨林 磕头拜的把兄弟 这个四爷杨义臣 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隋文帝杨坚 就传下旨意 奉杨芳 杨义臣为影州王 就这样 北齐就算灭亡了 还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南臣 南臣占据着江南 为了一统大随江山 开皇天子杨坚 就为三弟杨林 打造了一座金顶黄罗杖 这座黄罗杖 不但外观好 而且里边按现在的话 设施非常全 前边是中军大仗 后边有靠山王杨林的寝障 有他的书房 靠山王杨林 有这座金顶黄罗杖 要是出征打仗 是非常舒服的 开皇天子杨坚 确实喜欢三弟呀 杨林身为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为了一统大随江山 终身不娶 多大的气派 多大的心胸啊 所以杨坚 对待三弟 那真是爱 就给他打造了 这么一座金顶黄罗杖 而且开皇天子还传下旨意 命天下有本事的人 在临同山比武 让杨林亲自去挑选战将 这次临同山比武 杨林不但选中了五十多元战将 而且得了永贯天下的语文程度 这个语文程度 就是语文化级的儿子 开皇天子亲自看了语文程度的武艺 又在金殿电考 语文程度是对答如流 所以杨坚就传下旨意 语文程度 朕封礼为武功郎 当你日后立了功劳 再行封赏 语文化级高兴极了 带着儿子语文程度 急忙叩头谢恩 臣谢万岁 然后站起来 带着成都就退下去了 靠山王杨林一看 天子今天非常高兴 就卖部出班了 万岁 为了我大随一统江山 臣杨林请指兵发江南 扫灭南臣 好啊 开皇天子杨坚刚要传旨 中校王武建章说话了 靠山王千岁呀 南臣占据着江南 有长江天险 扫灭南臣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杨林回过山来 冲着武建章抱拳拱手 冲小王千岁 南臣虽然占据长江天险 可是您要知道 南臣之主陈淑宝 是个软弱无能之人 而且他听信坚定 远君子尽小人 南臣朝臣孔家父子 上妻天子下压群臣 专横跋扈 残害忠良 更何况 臣后主荒淫无动 他每天沉沉于酒色之中 是个无道的婚君 冲小王千岁 自古以来是有道伐无道 有何不可呢 武建章摇了摇头 靠山王言之差异 陈后主虽然无道 可是南臣有几位文武双全的大将 老太在秦绪中正无私 他的儿子镇守马民官 一条大枪无敌于天下 更有惊人的是秦家家传的双俭 可以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 那长春官的总兵程又德 如同一头雄士 他英勇善战 再加上镇点将军罗荣 好像一头猛虎 最厉害的 那就是水军大帅 双枪向定燕平了 不但双枪无敌于天下 而且熟度兵术 身至兵法 他指挥水军 用兵如神 陆地上打仗 也能排班布阵 没人能比呀 南臣几十万雄兵 上千元战将 一个个忠于朝廷 再加上长江天险 靠山王千岁呀 兵术战策说得好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要打算兵法南臣 我劝您 还要三思而行 杨林摇了摇头 忠孝王千岁 我杨林不愿意跟您再争执下去了 就是再难也难不倒 我统一大随天下的决心 靠山王杨林不说话了 武建章一看杨林决心已定 也知道开皇天子 也愿意一统大随江山 所以武建章就不再说什么了 杨坚传下了旨意 命杨林调兵三十万 立刻打造船只 调动梁响去扫灭南臣 咱们说要简短结束 靠山王杨林一切准备停荡 选择即日梁臣 告辞了隋文帝阳间三十万大兵浩浩荡荡就出发了 这消息立刻就传到了南臣 南臣的丞相也就是奸臣孔家军 马上来见陈豪主 请陈豪主传旨 命太宰秦绪调兵四十万 命罗毅统领大兵带兵二十万 立刻出兵江北去挡住隋军 不能让杨林带着隋军过长江 这孔家军怎么说 这陈豪主还就怎么听 这旨意就这么传下来了 老太宰秦绪接过旨意 回到家中 命人就把罗毅叫来了 这个罗毅是谁 书中按表 老太宰秦绪就是咱们这部大隋唐的主要人物 秦琼秦书宝的爷爷 罗毅呢 罗毅就是罗成的父亲 那么罗成的母亲呢 叫秦瑞珠 就是老太宰秦绪的女儿 也是秦琼的姑妈 也就是说 罗毅是太宰秦绪的门婿 老太宰秦绪跟罗毅按照陈淑宝的旨意调兵了 就在他们调兵的时候 随兵二十万 已然杀到长江之北的偶堂关了 离偶堂关二十里 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 来打下营寨 一声定营炮响 二十万随兵挑喉沟堆突垒直达帐篷 立营们栽打根扯都齐 然后杨林升作金顶黄龙杖 点名过某发放军情 他妈把军情打探好了 回到大营来到中军大仗 单腿打签望地下一跪 回变元帅 傲堂关的首将 是南臣丞相孔家居之子孔家 再探 遵令 探马出去了 杨林一想 杨林可知道啊 这个孔家父子是南臣之主 陈淑宝的心腹 孔家居在朝中掌握大权 上欺天子下压群臣 他的儿子孔家镇守偶堂关 在偶堂关胡作非为 当地的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 杨林立刻传下命令 韩秦虎将军听令 走 点兵三千到关前叫战 追 大将韩秦虎立刻迈步走出中军大仗 点起了三千大兵来 想炮出兵 三双炮响三千随兵 在韩秦虎的指挥之下冲出大营 直逼偶堂关前来列阵 一双炮响人马厌尺排开 在大旗之下 韩秦虎跨下马掌中大枪押住全军大队 兵定是呐喊叫战 欧唐关的兵将啊 你们赶紧出来归降啊 如其不然杀进关去 是一个也不留啊 赶紧归降啊 三千兵呐喊的声音就传到了城头之上 欧唐关守官的兵定赶紧从马道上跑下去 来到衙门禀报孔家 孔将军 关外有随兵三千里人列阵叫战了 什么 怎么来的这么快呀 孔家早就知道杨林带着二十万大兵出兵了 根据这个路线 孔家也知道 他头一战就得奔我欧唐关 所以孔家赶紧写了紧急的公文 让人往朝中递送 请朝中马上派援兵 帮着我来镇守傲唐关 没想到朝中援兵还没到呢 杨林的人马已然在关前列阵叫战 哼 好啊 既然前来叫战 那么就得出关一战了 众位将军 你们哪位去迎敌 末将应 孔家一看是手下副将吴城 别瞧吴城是原副将 那可是偶唐关第一勇将 吴将军 你既然自告费勇 我就给你三千兵将 出城之后 你可要多加小心 末将知道 吴城立刻出牙点起了三千兵 跨下马掌中一口大刀 指挥三千兵杀出偶唐关 就把镇石裂开了 两军人马把镇石裂圆了 吴城双足一点 等邓科飞虎缠 崔坐下马 指令两军江堂 对面随兵 为何兵犯了偶唐关 韩秦虎一看 镇园大将穿轻挂躁 四十开败 长得瘦小枯干 尖嘴猴腮 韩秦虎立刻催马 掌中大枪望成一迎 嘿嘿 你家将军韩秦虎 你接枪吧 抖枪就扎 这韩秦虎啊 是个急脾气 吴城立刻喝刀招架 韩秦虎大枪一瞬 打 枪钻就打过来了 吴城立刻拿刀望出磕 两个人二马一挫凳 韩秦虎大枪一刀手 使了个内穿针的招数 咱 吴城立刻拿大刀 海底捞跃望出磕 两个人二马挫过凳去 全回马来再战 这回吴城这刀下来了 撒 路头盖顶就是一刀 韩秦虎一看 别瞧吴城瘦小枯干 他这大刀的尽头可不小啊 韩秦虎轻轻的一压这大枪 枪尖望上一条 这枪尖就奔了吴城的手腕了 吴城急忙撤刀 其实吴城上当了 韩秦虎这枪是假的 枪尖望他手腕一点 他望回一撤刀 这枪尾回来了 直奔吴城的梗嗓咽喉 吴城手下的三千兵都愣了 到底吴城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吴城推荐 尽头 吴城推荐 几岁 出生了 点击 伤胃 准备 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